乌克兰战争又改成乌克兰冲突了 大家好,我是紫桑英卖 我认为俄罗斯把俄乌战争又改成乌克兰冲突 这反映了整个的俄乌之间的对抗 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阶段 第一,从俄罗斯国内来说 新任的国防部长正在配合普京清除俄罗斯国防部 特别是俄罗斯军队高层的腐败 这对于俄罗斯整个军队的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近俄罗斯军队正在战场上稳扎稳打 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甚至都传言说出来乌克兰军队要投降了 既然我打不过俄罗斯,赶索就投降吧 这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内在整个的战争的对抗的 跟乌克兰这种对抗的状态上 已经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了 当然了,在整个战场上,这个战略上 俄罗斯还没有取得非常明显的优势 像欧洲啊,美国啊,还要给这个乌克兰这个F-16战机 这个俄罗斯就放出豪言 谁要是第一次击落F-16战机就奖励1500万卢布吧 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奖励啊 我认为会产生非常大的激励作用 现在呢,这个北约啊,他把战机啊 他不敢再停留在这个乌克兰了啊 因为F-16他需要机场啊 这个机场呢,基本上被俄罗斯的导弹呢 都给摧毁了 或者说你F-16一停落在机场上 可能俄罗斯的导弹马上就给摧毁掉了 所以说呢,现在F-16啊 都停放在罗马尼亚 你俄罗斯就不能打 但是呢,他一起飞 他可能就转换这个战斗状态 所以呢,F-16啊 这个威胁俄罗斯啊 也有对抗他的办法了 主要是内部的一种影响 外部呢,你像这个美国大选啊 特朗普有可能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啊 这个因素啊 对俄乌之间的冲突啊 整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因为呢,特朗普一直在放言啊 说是,他当选很快就会让俄乌战争结束 目前这种趋势啊,已经是出来了 那,你想,萨莲斯基甚至这几天主动说 你俄罗斯可以参加这个乌克兰和平峰会啊 而且美国也同意了 那,这在之前呢,都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一种军事对抗 但是俄罗斯啊,也回应说呢 也不可能按照你乌克兰提出来的什么和平条件 去参加什么和平峰会 但是呢,这种情况反映了这个俄乌战争 正在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 有可能呢,要通过外交啊 来解决这个俄乌之间的这种冲突啊 所以说俄罗斯改称乌克兰冲突 有原来的对乌克兰特别的军事行动 后来呢,上升到这个就是俄乌战争 现在呢,又开始低调了 乌克兰冲突 这就说明了整个的俄乌之间啊 对抗的劣度啊,正在慢慢的下降 当然了,这是外交上一种这个比较平缓的情况 同时呢,战场上呢,该打还是打 你战场上如果占不了上风啊 如果这个不能制衡对方的话呢 你这个外交上的这个谈判也这个掌握不了上风 好,谢谢大家